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成功大學理學院科教中心的助教 我叫胡比聖 電池或行動電源這類的東西 已經是生活中非常常見的了 可是在幾百年前呢 人們是怎麼儲存電的呢 那今天呢 我們就要來介紹一下 人們早期在儲存電的一種容器 那這個東西叫做萊燉品 那接下來我們準備開始實作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材料有 剪刀一支 美工刀一支 葵文針也大概三到五個 塑膠罐以及我們的鋁箔紙 塑膠吸管以及衛生紙 塑膠罐這邊呢 去買的話就是不用買太寬也不用買太高的 大概一隻手能夠握住的程度 那這樣子會在製作的時候 比較容易操作它 首先我們先取一個 回文針把一端凹直 凹直之後呢 在凹直的這一端的尾端 套一個彎勾 像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拿塑膠罐的蓋子 蓋的中央 挖一個小洞 那洞的大小 大概讓回文針可以穿過就可以了 彎過了回文針 穿過塑膠蓋中間這個小洞 再取幾根回文針 掛在下面這個彎勾上 蓋子蓋上去之後 你的回文針垂下來的長度 是可以觸碰到底部的 那鋁箔紙呢 我們要把它裁成 大於它底部的大小 那我們現在把其中一塊鋁箔紙 把它塞到它的瓶子裡面 瓶鋪在我們罐子的底部 那接下來另外一片鋁箔紙呢 你就把罐子放在這鋁箔紙的正中央 然後鋁箔紙凹上來 把罐子包覆住 那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 剛才穿好的這些回文針 把它蓋上去 鎖緊 這樣我們萊頓瓶就完成了 現在我們試著為它充電看看 我們在家裡的話 可以使用塑膠吸管還有衛生紙 來當作靜電的來源 那我摩擦完之後去靠近它 去接觸上面這一個金屬條 當我們充電完成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剪刀 來試試看 一樣我們把剪刀一端抵住外圍的鋁箔 然後另外一端緩緩地靠近中央的金屬條 當你用剪刀碰觸中間金屬條 還有外圍鋁箔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一道藍色的閃光 那個東西叫做電弧 那電弧的話主要是電流流過空氣的時候 碰撞空氣所產生的聲音還有光 現在我手上這個東西是奶燈 那在這裡呢 我們使用的是尖嘴拳去夾住我們奶燈 一樣呢我一端要抵住外圍鋁箔 然後奶燈的另外一端 緩緩地靠近我萊頓屏的頂端 我們可以剛才看到呢 奶燈剛才閃了一下 代表說我們成功地用萊頓屏 去點亮我們的奶燈 那它的裝置呢 主要是裡面跟外面都會切上一層金屬的薄片 那此外呢它會從中間 延伸出一個金屬的桿子 那金屬桿子的底部呢 必須要接觸到內部的這個金屬薄片 那要注意的是這兩個金屬薄片啊 是不會相互接觸的 充電的時候呢主要是讓我們的產生電的裝置 去碰觸上面這一個 生出來的金屬桿 讓電荷可以從這個地方流走 那現在我們來示範一下 那我手上這個東西 這個叫靜電產生器 那只要按下開關 它的前端就會產生出靜電來 那我現在拿起我的萊頓屏 我的手接觸它的外圍 那另外呢我們把這個靜電產生器 接觸它的上面金屬桿這個地方 然後按下開關為它充電 這樣子就充電完成了 那在充電過程中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在一般的情況下啊 我們物體啊 正電荷跟負電荷 在物體之中呢是相互平衡的 數量是一樣的 可是這時候如果你有外界的電源 幫這個萊頓屏充電的話 這個電竟要萊頓屏中間裡面 那這時候呢 它會吸引它的異性電 也就是負電 可是這時候啊 正電會被排斥掉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能夠幫萊頓屏充電 那充電完成之後呢 這個正電荷跟負電荷會相互吸引 讓它裡面的電荷不容易散失掉 那放電的時候呢 只要有東西接觸我們中央的金屬條 還有外圍的這個金屬的話 它就會放電 然後產生電流 充完電之後萊頓屏啊 請不要用自己的身體 直接觸摸它的頂端 這會有觸電的問題 那大家可以回去想想看 生活中還有哪些東西是可以拿來阻塵電的呢 也可以去查查看 電容在生活中有什麼樣的應用 那我們今天的實驗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